你好 给你介绍一下油管正在测试的一个新的功能 这个功能是一个叫带时间戳的留言 时间戳不奇怪 我们在YouTube这个平台上 已经在好几地方都用到了 我现在跟大家先复习一下时间戳 你看在这个评论 在这个直播聊天的里面就有时间戳 直播开始以后5分41秒 这个全有说话了 6分08秒 这个粉丝在这边留言 6分52秒 这就是带时间戳 所以在回放的时候 就可以同步看到 老胡在直播间说这个话的时候 张茜玉在这边提了一个问题 带时间戳 第二个带时间戳的是 视频的章节 我多次做节目讲过 这样一个概念叫Video Chapters 你看这上面有 第零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这样一个章节 在这个章节里头是通过这样一个带时间戳 这样一个标记 带上章节标题 这样子就可以实现一个时间戳 那么 这是在说明区里头 我们也知道在留言区里头 在观众的留言里面 也可以用带时间戳 比如说有观众可以在那边留言 31秒钟 0分31秒 老胡的表情帅带了 然后别人点那个留言 就可以像这样一个链接一样可以链接到特定的时间点 这就是时间戳 你看在YouTube这个平台上面已经是很多地方就用到过了 现在今天要给你介绍的新的功能就是在现有的技术上 然后它多增加了一个这样的过滤的功能 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给大家看看 这个功能只有在手机上面才有 现在在电脑上没有 在苹果和安卓手机上面都有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在这边给大家看的是一个视频 这个正在视频 我马上准备给大家播放 大家注意看 这个视频你看 这个是视频的标题 在标题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视频有多少 1.9万的点赞 然后看 这个要看下面的 这个评论 你看在1566条评论 然后你点击查看评论 在这个地方 注意 这个地方看 在这个地方 点击它 原来只有两个选项 就是热门评论 排序 热门最新评论 这两个排序 现在多了一个叫做按时间 是个β版 现在正在测试 注意看到了 这个播放条上面 你看有好多白点 这个白点就是这个时间戳 就是每一个白点对应着 在留言区会有一个带时间错的留言 那它是怎么显示的 我们现在就是按时间 我们现在可以看这个热门的评论 点击一下这个热门评论 你看好多这个评论 因为它有一千多条评论 这么多 看到这么多评论 你也可以按叫做最新评论 这样来看 你看这么多评论 注意到这条没有 4分07秒 这条评论里头带时间错 那么这个4分07秒 你在这地方点击 这个4分07秒 它就会跑到4分07秒的播放这个地方去 这个地方意味着这个队影 在4分0一桥 也4分07秒的地方 会看见一个白点 等一下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看 按时间排序 按时间排序 现在还没有开始播放 是0秒 那么我开始播放的时候 会是什么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播放这个视频 我现在暂停 他告诉你 欢迎使用这个带时间错的评论 在视频播放过程当中 与您当前观看的内容相关的评论 会显示在这里 下一条评论将显示在第13秒处 他知道第13秒处这个地方 有一个白点显示在这个播放条上面 然后第13秒的时候 播放到第13秒 这会出现一个带时间错的评论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刚才是在13秒 现在是视频 我暂停他是在第16秒 13秒的地方 出现了第一条评论 给你看见了 然后他紧接着 再往下面 就会有 这边他有好多好多个 他没有告诉总共会有多少条带时间错的评论 他整个的体验就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时间比较敏感的 就这里头有哪些看点 有哪些槽点 是一个热门的这个节目的话 大家都会在里面评论 比如说这个是个比赛 现场直播 不是 现场直播的一个录像 也是个球赛也好 或者是一个演唱比赛也好的 这个我是歌手的这样一个 某个特定时间点 讲他那个地方 他跑掉了 像这种东西就是有大量的时间错 那么现在他正在试验这样一个功能 要注意的 我刚才讲的 他只是在手机上有 这是第一 第二 他这个功能开放 不是开放给频道主 讲老胡你这个频道 也符合资格 你所有的这个里头 就获得了这样一个叫按时间 来排序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试用的功能 不是 他这个东西现在 只出现在少量他挑选的视频里头 跟频道的大小没有关系 当然应该是指互动性比较强的 比较多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评论区里头 对吧 如果你整个的节目是两个小时 然后只有一个人用了这样的时间戳的 这样一个就是毫没有意义 所以呢 他是我估计 他YouTube在大数据 他在后台 他会知道这个哪一个人的 哪一个视频的评论区里头 有人大量的使用的时间戳 他就把这个 这个使用功能就给你开启 那么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 这个功能怎么理解呢 YouTube经常测试这样的 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功能 我不知道大家会认为 这个功能将来会走向何处 是不是很火 大家都来玩这样一个东西 最接近的一个功能 跟这个东西 就是B站的弹幕 只不过是弹幕 那个时间是在这上面 在那个时间出现了 还从这边飘过去 还有一段时间 这个呢 它是像这样子 在这个屏幕面前 给你不断展开展开展开 这样两个体验是不太一样的 这样子能够保持整个观看的画面干净 然后弹幕也会出 跟弹幕相当的文字 出现在这底下 并且这种留言 可能会跟普通留言一样 它可能能够比较长 如果你想象 如果一个很长的弹幕 出现在这个地方呢 就会影响 真的很影响观看 会密密码码 就像B站上 有些热门的视频的话 你根本就看不见那个画面了 全是弹幕 铺天盖地的 当然 很多人喜欢看这个东西 认为这是文化的一部分 对吧 但是YouTube 它设计 它没有走这条线路 它是这样子做 保持这样 整个这样的画面的干净 然后观众又能够为这个视频去搜 去提供这些检索的点 如果那个人讲31秒 这个东西棒 另外一个人讲32秒 另外一个人讲30秒 那你可以在30 31秒 32秒 这个地方就非常密集 这地方很多槽点 我不太清楚 如果是很多人在这个地方 就是31 32 33 34 然后在那个地方 就是会出现 你播放的是 这个评论区就像棍屏一样 非常快的下来 我不知道它将来这个地方会怎么样设计 这样的 现在是在小范围的这样测试 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 但我认为这个不会成为油管的一种文化 很多人可能不会知道这个功能 也知道了 也不会去这样子特定的去定位 这样一个视频的点 然后提供这样一个像表情一样的东西 因为弹幕就不一样了 弹幕一般是很轻的东西 一个表情包 一个一句话 然后很简短的这个东西 但评论的话 它是这样 有人写评论是写的上千字的评论 剧长无比的 超长的评论的 对吧 所以如果它再加一个时间戳的话 那就会 它当然会在这地方折叠 或者其他东西 反正这两个性质不太一样 我对这个东西没有 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意见 我只是注意到这样一个最新的 这样一个测试的功能 这个 给建议大家 直到这样一回事 如果你感兴趣 对你的这个频道里头 这些东西行为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在你的节目里头 呼吁你的观众去讲 现在有这样一个新的功能 欢迎你大家 在留言的时候 加上时间戳 这样子别的人 就是没有打开这个功能的 他当他看到这个评论的时候 排正常排序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个评论 觉得好多带时间戳的这个评论 在8分54秒 那么也会 带时间戳的这个评论 本身就会吸引别人的眼球 对吧 大家就会讲 这个地方又可以跳转 你看这个地方是3分01秒 有一个时间戳跳转 注意这个时间戳不是讲 只放到最前面 你看放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在这个评论区里头 因为这样一个数字 分和秒 这样一个格式 自然就会转换成一个超链接 你点击就可以 这个道理跟 在我们的视频说明区里头的 这个超链接 是同样一个道理 没有任何的差别 好了 这就是最新的 这样一个油管正在测试的 带时间戳的留言 或者是评论的最新功能 介绍给你 谢谢 再见